其实在8月30号电视剧开播的当天下午呢 那年花开月正元的主创们也悉数来到我们新娱乐在线 一天的宣传行程中呢 演员们接受了各家媒体的专访 还出席了盛大的开播发布会 一起来看看在我们节目中又说了些什么呢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把剧组主创都请来了 欢迎各位 欢迎大牌一大牌 那我们请各位先逐一的打个招呼 然后介绍一下自己在剧中的角色好吗 大家好我是孙丽 我在那年花开月正元里面扮演周莹 大家好我是陈晓 我在那年花开月正元当中饰演沈欣怡 拿你们吴家东院所有的财产来换周莹一条命 大家好我是何仁东 我在里面演的是一个人很好 但是运气很差的一个名片 爹 你都经历了这么多 还看不透面子啊 大家好我是孙丽 我在那年花开月正元里面饰演的是胡永梅 我毕生的愿望就是要看着你 一贫如洗 哈喽大家好我是宇浩明 我在那年花开里面饰演的是杜明 贝勒爷掌管内务府的一些工程 不知吴少爷可有兴趣呈见 大家好我是陈晓 我在花开里面我饰演的是 这赵白石 你知道你要告人是谁 你知道他跟黄老是什么关系 大家好我是曾琪 我在那年花开月正元中饰演 吴家戏院的二小姐吴一 在这次的新戏 那年花开月正元中 孙丽和何润东饰演了一对苦命鸳鸯 两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说起这次的合作 两人默契十足 早在13年前 他们就在电视剧《御观音》中有过合作 少奶奶拿这戏之前还有点挑 不是导演请他看都没看这本 为什么看不上呢 不是不是看不上 导演导演太好了 导演就是多年前那个御观音 御观音的导演 对他要求太高了 其实Peter知道 导演对我真的要求特别高 然后我觉得我拍《御观音》的时候 完全是受到了阴影 那时候真的长得一脸的包 一脸痘痘 这是压力的 对 为此我还专门从云南飞回上海 看脸 也看不好 我听说这是心情的味道 所以 对 然后又飞回去拍 就顶着满脸大包 就是这样拍戏 那时候觉得这个 真的没有觉得这个导演好 我早应该告诉你的 我瞒着你 是因为我喜欢 但是经过这十几年 就是真的拍了很多戏 进了很多剧组 发现他真的是很棒 超棒的导演 直到这次跟他合作 我觉得完全可以享受 跟他一起创作的过程 我那时候看孙力真的 她的压力好大 因为我们在一开始定妆 就我们有拍海报嘛 她的哇皮肤好的 哇就是一个十九岁少女 然后我在进组的时候 他们已经拍了几个月 哇塞 看不下去了 你今天说了 我都起气皮疙瘩 我想到自己那个脸的那个状态 对啊 所以她压力多大 因为我还好 因为我的戏份少 对 但是那个角色呢 之前那个也是比较暴力一点的 那我这次呢 丁老就说让我还原一下 真实的个性 比较稍微温柔一点 你真实的个性啊 一部分 另一部分是13年前的那一部分 对对对 那这次出演这个角色 你觉得心情怎么样 又和我们的少奶奶一起搭戏了 我觉得蛮棒的 但就是说嘛 就十几集就觉得 但到时候 我怎么死的 你们自己猜了 就跟这里面的人有关系了 哦 爱恨情仇 对对对 角色周莹命运多传 孙莉也需要拍摄不少的哭泣 这原本对于孙莉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导演丁黑对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一度让孙莉很是抓狂 镜头到我这儿不是流眼泪了吗 第一遍演的时候 我就太激动了 你知道吗 就是镜头还离我比较远的时候 我眼泪就流下了 当然说不行 你必须要到镜头 在你边上停下来的瞬间 你留下来 哇 这好难啊 我当时我就跟导演说 导演你演一个给我看一下 对啊 对啊 我说你能 你能试出来 我就可以 导演说 我能试出来 我就当演员了 但是后来导演要求的那个 你给到了 对吗 就是真的是 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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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员